女性主義治療 我們現在這一節講的是女性主義治療 女性主義治療 它基本上是來自於 以男性社會為主的一些社會 長期以來 對女性的壓抑 讓女性開始覺醒 然後開始覺得說 應該要做一點喚醒的事 那這個女性主義呢 對我們人類的 未來的性別平等 事實上是非常的關鍵 我們知道現在人類的社會裡面 女性在男性社會下被壓抑 還是不管在發展中國家 甚至是已開發國家 還有微開發國家 通常都還是一個大問題 那事實上女性主義是值得我們去 注意跟覺醒 那這個是非常重要 因為林老師事實上是 專長在家暴跟性侵害加害人的輔導 林老師也會認為說 事實上是性別平等主義 事實上是應該要倡導 讓人類未來可以在兩性的 平等跟共同的和平下 然後能夠讓人類能夠有更好的生活 這是很棒的 女性主義男人基本上 因為發現到女性的地位 長期以來是低落的 尤其在男性為主的社會 如華人社會 或者是西方的白人社會 都有這個問題 可能就因為女性的體力上 事實上是不如男生 所以在需要體力的工作上 基本上就會是由男生來負擔 但是女性在生殖的功能上 事實上是負擔起懷胎的功能 那這個時候呢 以男性為主的社會就會希望 女性是以家為主 然後在懷完胎之後 來照顧小孩 擔任家庭主婦的工作 那這個事實上 對女性來講是不平等的 尤其是現在未來的科技的工作上面 需要體力的工作是會越來越少 而且需要自立的工作會越來越多 因為這個背景下 其實人類應該有一些覺醒 女性主義的觀點 在這個時候就會慢慢地被提出來 尤其在西方社會 以女性為主的想法 通常我們都會說 差不多在1880年的時候 女性因為在政治上 她們沒有投票權 然後就開始希望能夠突破 女性的投票權 然後一直努力到 差不多到1920年 甚至女性在以前 在西方社會 是不能夠讀大學的 這個時候 她們就是希望能夠有投票權 也能夠讀大學 過程當中 以美國為主體 就會先慢慢地想要去突破 一直到19 大概2010年 美國開始的這些女性 能夠爭取到進大學 跟有投票權之後 然後慢慢地 就能夠讓人類社會 開始去覺醒 包括大部分到1970年的時候 開始有些女性就開始進入法學院 進入修法 然後女性的投票權被重視了之後 女性就會希望在這個社會當中 有一些影響力 這個時候就會慢慢地拓展 美國在少數的族裔 包括像墨西哥裔的女性 或者是非洲裔的女性 她們也會提到說 那她們這個種族上 比較少數的女性 也是要去呼籲 所以從女性主義所倡導下 慢慢地也會去注意到多元文化 所以美國的諮商 或者是全世界的諮商 差不多在1970年以後 開始去注意到女性主義的諮商 那差不多到1990年的時候 就開始注意到多元主義的諮商 那這個事實上 都是一個倡導人類應該要平等對待 的一個諮商 她的一些歷史 經過我們這樣子討論了之後 那我們就開始慢慢地來討論到說 她在這樣子的一個歷史上面 未來可以怎麼樣去做呢 基本上 在未來的一些諮商 尤其在女性主義的諮商 我們通常都會強調去理解 過去女性所受到的這些性別的壓抑 那這些性別的壓抑下 然後讓她們有一些不舒服 包括在男性為主的社會下 會希望女性應該要越瘦越好 如現在的西方社會 很希望說那些模特兒 腿都要細細的 腰也要細細的 造成了美國的一些模特兒界 甚至上歐洲的模特兒界 就會有一些人 然後就會希望說他們 然後要吃得越少越好 然後造成了很多的模特兒 會有淹食症 然後甚至最後是營養不良而死亡 那這些呢 通通都是女性主義者要倡導 男性是會下 要能夠公平的對待 也重新去定位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那所以呢 我們通常在想說 女性主義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取向 通常我們會認定 它是一個叫做後現代的一個取向 它是一種技術整合 強大人要能夠分析 性別、權利以及社會地位 拿來作為未來協助暗主改變的一個策略 重新去理解文化對暗主的影響 我們現在在講到 女性主義的可能的內涵 那它就會包括說 其實男性為主的社會下 女性自從出生之後 她的性別就會被定義在這個社會功能之下 如果是一個以男性為主的 那女性呢 就會變成是為父的 是為父的 這個時候 女性呢 就會被背負的很大的文化的責任 甚至是歧視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女性主義者呢 就會希望說這個社會 要能夠去重新建構 對男女性別平等的理解 以及對女性壓抑負面的影響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能夠慢慢的協助暗主 能夠走出來 所以女性主義諮商在這一塊是很重要 尤其是它強調的是性別平等 那女性主義它對人格的發展是怎麼樣的觀點啊 以男性為主的社會 通常呢 是以工作打戰政治權力為架構的這個社會結構 對於女性來講就認為說 女性呢 就是要能夠以照顧家人跟家庭的管理跟主廚為主 那這些呢 它會讓女性呢 會在整個的社會裡面 就是要去讓他們擔任是比較屬於 陰柔面的人際之間的關係 所以呢 在整個的一個女性主義的架構下 就會認為說 其實女性就是要能夠以照顧為主 然後不能夠太顯著的去表現她的能力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一個性別不平等的開始 有人就認為說性別化的生活 就是人類的生活是以性別為邏輯來運作的 這樣子的話 自然就可以知道說 在這個樣的一個歧視下 女生呢 就自然變為一個男生的附屬 包括她的外表 包括她的能力 包括她的懷孕 跟照顧子女的能力 通通都被定位為 是她的主要能力 那這個事實上是不一定對的 後來呢 女性主義呢 也慢慢發展了一個理論 叫做關係文化理論 那關係文化理論呢 英文叫做relation to cultural theory 它事實上是提到說 其實在女性的生命當中 與他人的關係跟連結 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說呢 他們的能力 事實上是不用被強調或在乎的 中期一生女性就只要好好的 扮演好跟他人之間的關係跟連結就可以了 事實上這樣子的一個反省呢 事實上也是提供男性社會要警醒的 他的治療原則呢 就有以下幾個 第一個 就是呢 他提出治療師呢 要能夠對我們女性的案主留意 對於當代的社會跟他的家庭結構可能的壓抑 要具有理解跟批判的意識 這個時候呢 就鼓勵案主要怎麼樣來慢慢的走出來 還要統理案主的不舒服 那第二個 要一起來想到要如何去改變這個社會 雖然一個治療師事實上 在當下只能改變案主 但是一個治療師也能夠去 理解這個偏差的文化架構 性別不平等的文化架構 下去影響了女性 也應該要慢慢的去做出 改變社會的這個承諾 第三個 就是重視女性的聲音 以及被理解的方式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希望說能夠鼓勵案主 能夠把自己的想法講出來 並且去重視他們 希望被理解的聲音 再來就是第四個 就是要有平等的諮商關係 不管諮商者是男生還是女生 是主流民族還是不主流民族 基本上呢 就是要還是要能夠回到 去理解這個不平等社會下 的一個權利的運作方式 甚至要去陪伴案主 來解構這樣子的 一個偏差的社會不公平方式 下一個就是 能夠鼓勵案主能夠找到優點 並且能夠重新去建構 案主的心理困擾 然後也鼓勵案主 能夠慢慢的來走出來 那再最後一個呢 就是透過所知道 因為結構所造成的壓迫的一些連結 來辨識那些壓抑 所造成的不舒服 讓我們整個的治療 能夠更有效果 在輔導治療的歷程當中 在女性主義的治療的架構呢 就還蠻簡單的 就可以有這樣子的一個建構 因為女性主義呢 它的治療的目標 在於父權 重視跟肯定 主流跟非主流的差異 獨立以及相依的相互性 再來去改變社會 以及要自我的充電跟爭權 那這個事實上 這是一個目標 在治療師可以怎麼做呢 如同個人中心療法 其實女性主義的治療呢 它跟個案中心是有接近的 因為呢 它基本上也是強調 以人為本的一個治療 只要女性在這個文化架構下 有任何的不平等 治療師應該能夠協助案主 然後一起來解構跟重新建構 這些不平等 將它改變為比較平等的一個社會架構 讓案主能夠慢慢的走出來 那在這樣的治療過程當中 治療師常常就會跟著案主 去用改變的方法 最後一部分 我們講到的是治療技術 那治療技術呢 上面呢 Cory的書裡面就有講到 第一個一定要慎用DSM的診断 我們都知道DSM的診断 是在男性社會下所定義的 包括常常會有所謂的創傷 是以女性為主的創傷 甚至會有男性為主 來看待的一些女性的一些不舒服 包括也會看到邊緣型人格 那部分就會發現原來女性在統計上 邊緣型人格就會比較多 有部分的情形會誤導 以男性為主的社會下 會認為女性在生理期間的情緒不穩定 所造成的心理困擾 就會有一個診斷的名稱 如邊緣型人格 或者是情緒起伏不定的經期症候群 這些通通都是女性主義者要提醒我們 是不是已經用男性的社會下 來診斷女性的一些心理或生理異常 那它的技術會有哪些呢 它就會有包括賠利 Empowerment 也就是付權 就是給利的意思 要同理案主的一些不舒服 之後給案主一些力量 讓案主知道其實自己是可以有力量來做一些改變 再來也鼓勵甚至陪同案主來做 他在這個社會下 他的一些性別角色的分析 甚至如何來做改變跟介入 如果是家庭暴力受暴的女性婦女 他也會鼓勵說 那是不是來做這個家庭權力的分析 可以怎麼樣讓案主慢慢走出來 再來就是會有一些閱讀治療 通常會有一些性別平等的倡導者 會有寫一些書 像這些書呢都是可以很好的幫助案主 理解別人是怎麼走出來的過程當中 給自己力量 然後找到自己未來的方向 透過一些成功的女性人士 他們告訴姐妹們可以怎麼做 可以怎麼想 她會得到一些力量 那再來就是自我介入 如果一個當然是女性的治療師 更可以做她之前如何有一些 在性別不平等下她受到的一些壓抑 那如果像我是一個男性的治療師 我就會講到說 我過去的一些經歷 我看到的女性被男性 社會所壓抑不平等的一些情形 其實我也可以講出來 那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自我記錄 那自我肯定訓練就是讓案主 可以在我們的職場當中 一肯定她 找到她的優點 並且肯定她 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她有一些過去的一些經歷 來讚美她 她那時候可以走過去一些 過去的一些不舒服 然後肯定她 有一些她能夠固定她自己的一些做法 那重新框架就是 重新去理解 在性別不平等的社會下 她可以怎麼做 她可以怎麼樣做到 讓自己雖然在那個不平等 然後慢慢去改變 甚至也未來來改變這個社會的性別不平等 那重新去框架 先讓自己穩定 然後慢慢的再讓這個社會可以改善 成長團體 就是鼓勵案主可以參加 相關的女性的成長團體 讓女性的姐妹們可以彼此扶持跟照顧 那社會行動就是說呢 希望能夠推出一個行動 來改變整個社會 那這個事實上是很重要的 那讓我們社會可以 因為他們的倡導 可以更被理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 那我相信在這個整個的 治療技術的運用上 基本上可以知道說 他們是從個人中心的學派的倡導下 然後慢慢的女性從 讓參政權 再從就學權 慢慢的推展到女性主義 倡導性別平等 再到倡導多元文化主義 去注重少數民族 或是少數人權的權利 那這個過程呢 讓每一個人 在每一個社會中的角色 都不會被歧視跟被重視 這個就是在治療當中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雖然這個技術通常會被認為說 不是一個主流 但是卻是讓我們可以提醒 如果我們有女性的案主 尤其在男性為主的社會下 如果能夠用上相關的技巧 然後讓案主可以過得很好 而且也可以改善社會 那資料師也會有這樣子的警醒 做好這樣子的服務 讓這個社會更好 謝謝